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日甲午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五次大战 甚至连本人都两次从北京出逃 然而就这种地步了 他居然还能维持着亲王朝的架子不倒 为时是个奇迹 纵观慈禧的一生 其在世时始终死死地压制着公亲王 曾国藩 李鸿章 张之洞 左宗棠 袁世凯等一干枭雄或豪杰 这些人或执掌中枢 或手握重兵 或结党天下 然而在面对慈禧时 无一步毕恭毕敬 小心翼翼 从不敢生起半分叛逆之心 慈禧究竟有何魔法 为何能以一女流之身压得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佬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本期影片将结合近些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 新论断 从一个前人所无的全新角度去观察慈禧 解读慈禧 以揭开其执政四十七年步道之谜 咸丰的犹豫 去母留子 以安天下 咸丰十一年1861年7月16日子时 热和行宫烟波至爽殿 由近登窟的咸丰已赶到大县将至 或许再过几日 他便要去见列祖列宗了 在此之前 所有朝廷事务他都已安排好 唯有一事 让他辗转反侧 彻夜难眠 其实前几日 他曾就此事问过心腹大臣肃顺的意见 当时肃顺告诉他 可以仿汉武杀 勾异夫人救世 杀义贵妃同时立大阿哥为皇储 这样就可避免后宫干政 保大青江山永部落于外姓之手 杀还是不杀 咸丰很犹豫 作为夫妻 咸丰岂能不知异贵妃热衷权势 颇有野心 但叶赫纳拉氏从十年前还是懒贵人时就跟着他一起 又生下唯一的阿哥宰纯 算来也是个有功之人 若就这样轻飘飘地把他杀了 未免太过不尽人情 十年夫妻情分 咸丰怎能轻易地割舍 但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 若他走时还没安排好身后事 帝国定会大乱 届时他就算在九泉之下 也无严见先帝和列位祖宗 思虑半晌 咸丰终于下定决心 他命令道 来人 传皇后 义贵妃 宗人府宗令 御前大臣 军机大臣义干人等来见阵 眼见皇帝身子骨一天比一天不行 皇后 纽护路氏和义贵妃叶赫纳拉氏 还有大臣们都伺候在殿外 闻听贤丰传旨 所有人赶紧进殿 守在踏前恭候圣命 此时 贤丰强撑起身来 连下两道圣旨 第一道圣旨 贤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奉诸玉 皇长子载纯 着力为皇太子 特圣 第二道圣旨 贤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 奉诸彼 皇长子载纯 献力为皇太子 着派载园 端华 景寿 宿顺 穆英 匡园 杜汉 焦右营 尽心腐弼 赞相一切正物 特遇 之后 贤丰又立下遗诏 赐皇后扭护鹿氏玉赏喜 赐皇长子载纯同道堂 因皇长子年幼 同道堂喜 由其生母叶赫那拉氏保管 以后所有下发遗旨 必须用此二喜为平 若无此二喜所盖印章 便为矫诏 贤丰最终还是顾念着夫妻之情 没有杀义贵妃 一日后 贤丰驾崩 随着贤丰的逝去 已存世二百二十五年的清王朝 也变得岌岌可危 此时的大清 其实已到了王国的边缘 北方 洋人从海上打进了京城 南方 太平天国 也达到了其军事上的巅峰时期 此时 清军拦阻太平军北上的江北大营 已被陈玉成和李秀成二次攻破 扬州亦被太平军占领 江南财富京华之地 尽归太平天国所有 反观北方清政府 手上止于半壁江山 财政破产 兵源尽丧 如此内忧外患 怎么看都是一派王国的末日景象 贤峰临终前对此心知肚明 只是他也没办法 不然就不用忧惧而亡了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安排好身后事 在不杀易贵妃的前提下 保证皇位平稳的过渡 为此 贤峰特意设计了一个 古往今来都没有的 万无一事的方案 读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 自古以来 右主继位就是件麻烦事 主少国一必会引发政治动荡 并由此导致继承人皇位不稳 这在历史上是无数次证明了的 为解决这个问题 历代帝王绞尽脑汁 最后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后相联合 其具体做法是太后掌军权 指定顾命大臣掌相权 二者联手为右主保驾护航 待右主掌大成人后 太后交还军权 皇帝亲政 这样就能防止自家兄弟 比如赵二叔 朱四叔这种 还有自己老婆那一家亲戚 如朱吕或光此类 来抢夺或架空自己儿子的皇位了 太后和宰相联合是一种很稳固的政治架构 足以保障幼灵君主在二者的保护下顺利的成年继位 如赵姬与吕不韦 萧太后和韩德让 李太后与张居正都是很经典的搭配 只是这种配置很容易传出绯闻 让先帝脑袋看上去有点绿 不过为了皇位继承 皇帝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在对身后事的安排上 咸丰帝也是同样的想法 只是他为了避免太后或顾命大臣两方中的某方太过强势 又对这个后相联盟进行了一番深加工 首先是君权这一块 咸丰将其一分为二 由纽护陆氏和叶赫纳拉氏各掌一席 所发一切圣域必须要两席同盖才能生效 这样慈安和慈禧就互为前置 足以保障君权不会落入某一太后背后的外戚之手 其次是相权 咸丰将其一分为八 由八大臣共同执掌 这样一来 凡事都得八人集体决策 出权臣的可能性被降到了最低 如此就能保证相权不会威胁到君权 咸丰把相权做此处理 其实防备的就是肃顺 他与肃顺二人君臣多年 怎能不知肃顺的跋扈和强势 但风雨飘摇的大清又必须要肃顺这种为政经验丰富 性格坚韧强硬的干臣来挽救危局 所以咸丰才煞费苦心地设计了这么一个两宫加八大臣的权力架构 但咸丰做梦都想不到的是 这套看似完美的机制 在他驾崩后不过短短十日 就在无一人任长 第一个感到不满的是 正在北京与洋人合议的公亲王一新 咸丰这个安排 显然是将他排斥在了将来的最高权力架构之外 咸丰此举确实有些不地道 但没办法 有前朝赵二叔 朱四叔等优秀叔叔们的案例诸遇在前 咸丰不敢冒这个险 以公亲王为代表的北京派对咸丰遗诏很失望 只是天大地大黄命最大 公亲王等人再不高兴也得忍着 但让一心没想到的是 还未等他去争取 机会就主动地送上门了 咸丰崩后 两宫和八大臣正式地接掌大权 若此时素顺学学吕不韦或张居正 主动地尊重两宫 估计咸丰的设想就成了 但素顺的性格让他压根就不想和两宫合作 因为在素顺等人的眼里 慈安慈禧两个二十多岁的深宫女子 哪里懂什么朝政 两人当好橡皮图章就行 至于治国理政 有我们八个顾命大臣就够了 慈安一开始不懂其中玄机 对此倒没什么意见 但慈禧不同 他的眼光要深远得多 知道这样下去的严重后果 历史已无数次证明 若任由强势大臣长期压制军权 而放任不管 那么强势大臣总有一天会转变为党羽遍布朝堂的权臣 到时一切都晚了 权臣一句话就能费力君主 君不见霍光 往往就是乎 所以这权力是不得不争 争的不仅是现在 也是将来 这才是慈禧和速顺矛盾根本的由来 而这个不可调和的原因 也决定了 作为同志生母的慈禧 必然会和以速顺为首的八大臣 有一番惊天动地的殊死较量 世上有一句话 叫作为母则刚 慈禧争权 最初动因 其实还是为了他的孩子 至于后来 他尝到权力的鲜美滋味后 不忍放手 是将来的事 在慈禧意识到 咸丰的布置有问题后 他很想改变这一切 也偷偷地和慈安商量过 只是两人为政经验都不多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慈禧想起了 远在北京的公亲王 如果能联系上公亲王 以他的能力和才干 一定可以给出解决方案 在想通这一层后 慈禧当机立断 立即秘密地派人 与北京的公亲王一心联系 公亲王的决断 在无数传闻中 担任慈禧和一心 这次关键联络任务的人士 小太监安德海 包括溥仪 我的前半生 和玉戎灵的轻功琐事中 都曾提及此事 不过随着近年来 专家学者们的详细考证 发现安德海任信使一事 极可能是以讹传讹 根据轻功档案里 关于安德海身份的原始记载 安德海为顺天府晚平人士 咸丰七年 1857年 年底入宫当差 入宫时十四岁 1861年 按虚岁 算他也才十七岁 如此小的年龄 是否真能担起慈禧和公亲王之间的秘密联络大任 此外 传闻中新有政变后 慈禧为奖励安德海大公 特任命其为太监大总管 然而学者们翻遍了故宫档案 也没找到这项任命 相反 安德海因假冒钦差 被山东巡抚丁宝珍珠杀时 其职级不过六品蓝龄太监 这等级连海大富都可以轻易地将他按在地上摩擦 至于三品太监大总管 这种有内向支撑的顶级职务 他差得更远 1869年命斩安德海上誉节选 卓马新仪 张之万 丁日昌 丁宝珍 迅速委派干员 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龄安性太监严密扎拿 即行就地政法 不准任其脚势 换言之 安德海一直都是个低等宦官 更没当过太监大总管 若他真的立有颇天大功 又怎会到死也才六品蓝龄呢 因此种种疑点 安德海任信使仪式 目前颇有争议 事实上 慈禧另有一条更稳妥的对外传递消息的通道 据晚清官员 史学家李慈明 岳曼唐国事日记记载 纯郡王一宣福晋 慈禧妹也 得时入宫 两宫秘主之 令 慈禧亲妹叶赫纳拉 晚真 为咸丰七弟纯郡王一宣敌福晋 光绪生母 当时晚真利用自己进出热和行宫方便 经常为两宫太后秘密地带信 让慈禧能有效部署政变事宜 除此之外 两宫恐怕也有自己的秘密传信通道 不管是慈安背后的纽护路士 还是慈禧背后的叶赫纳拉士 这两大族族人遍布清廷上下 这些人天然就是两宫心腹亲信的最佳人选 带个信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 不管怎样 在咸丰驾崩后不久 慈禧就与公亲王取得了联系 而公亲王也立刻做出了反应 立刻上折子 请求前往热和 扣业大型皇帝子宫 拜先帝是假 见慈禧才是真 八月一日 公亲王赶到热和行宫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 说一心化庄为萨满 潜入行宫中 密会两位嫂嫂之后返回北京 着手安排政变事宜 溥仪这说法说实话 带有很浓厚的演绎性质 再怎么说慈禧 慈安也是堂堂帝国太后 以他们的身份 哪有暗中偷惠小叔子的道理 事实上 这是在热和密闸中 记载得很清楚 宫帝今日大早到 是赶上阴殿里 伏地大痛 声澈电臂 旁人无不下泪 盖自时期以后 未闻有如此伤心者 继后 太后召见 宫帝 请与内庭携见 不许 遂读对 约一时方出 从这段 记载中可以看出 宫亲王和两宫 是光明正大的见面的 只是奏对时 宫亲王曾请求 与其他人一起 两宫没同意 之后 两宫和宫亲王 密谈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极其关键 虽然当时 没人知道慈禧 慈安 与宫亲王谈了什么 但从后来 宫亲王的一系列出手看 就这两小时内 三人就定下了夺权大计 这次会面后第六天 八月初六 一个叫董元淳的山东官员 突然上书 待奏折的内容公布出来后 举世震惊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封奏折 此折全名奏请皇太后 全力朝政 并另捡亲王府政折 堪称中国近代史上 最重要的奏章之一 他的出现 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不客气地讲 直到今天 我们每个人都还或多或少地 受到他的影响 董元淳 1852年 人子科第二甲实名进士 1860年 受山东道监察御史 一个从无品的地方官员 官又不大 为何非要提着脑袋 去掺和顶层权力的博弈 就他那小身板 扛得住吗 这世上一切看不懂的 政治行为背后 其实都隐藏着 某种不能公开明说的目的 董元淳这封 看似作死的奏折 同样如此 绝不是他脑子一时袖斗 写出来找死的 如前所述 董元淳为人子科二甲进士 这一科的主考官叫周祖培 而这周祖培 后来任协办大学士 此时正是一新北京派立的中间人物 如此一切都很清晰了 这封奏折 正是公亲王安排的 那么公亲王安排上此折 究竟有啥目的呢 估计有人会怼我 你没看见呢 奏书标题不是明晃晃地写着吗 请皇太后垂帘听证 同时找两个亲王一起来辅政 这种看法是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公亲王安排人上此折 其实并不是要推翻八大臣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 与八臣进行权力分配的谈判 请求安排一两个皇室亲王 进入顾命大臣团队参与集体决策 两公太后垂帘听证长总 以平衡日常政务中八大臣和亲王派两边的意见 说到底 无论慈禧还是公亲王 都不敢否定先帝咸丰的一命 所以只能对咸丰一命进行变通 你们八大臣还是顾命大臣 依旧赞相一切政务 我们所要求的 只不过是在最高决策团队中增加一两个席位 由亲王出任席位代表 这样可好 公亲王的这个安排 对两公太后也是有利的 按贤丰原来布置 两公太后不得不直面八大臣 经常得亲自下场与对方博弈 但如果公亲王派也加入了最高决策团队 那么前置和监督八大臣的事就可交给公亲王派 如此两公太后便可超然物外 当个居中平叛的裁判就行 此外 这个方案递上去还存了一分试探的作用 如果肃顺等人却是忠心于小皇帝 那么就应当做出让步 释放一部分权力让公亲王等人也加入决策团队 共同辅佐右主 如果肃顺等人不同意 那就表示八大臣铁了心要大权独揽 如果是这样 八大臣究竟存的什么心思就得重新停估了 只从这篇奏折就可看出慈禧和一心的厉害 不过区区一折子既表明了自身的态度 又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 同时还能试探肃顺等人的真实心意 全谋运用至此 实是令人叹为观止 只是八大臣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封奏折递上去后 八人当即将奏折成递给了两宫 以试探两宫态度 慈禧慈安一见奏折 心知肚明这是公亲王的安排 只是以他们身份 此时绝不能表态 否则他俩与八大臣之间再无回旋余地 但这封奏折沉寝的内容 又显然是两宫非常满意 且极其需要的 那究竟怎样才能把 我们很满意奏折所请的真实意图 传递给热河之外的所有大臣呢 刘忠不发 只有刘忠不发 既不同意 也不打回 总之不表态 看似不表态 实际上是表了态 这个小小的行为 向外界传达出一个很微妙的信息 爱卿们上书两宫临朝听证 这个建议我们很重意 但奈何身处速顺等人掌控中 身不由己 不敢也无法表态 奏折被两宫留置了四天 此时八大臣才回过未来 赶紧组队前去讨要 见到两宫后 八大臣以咸丰遗诏 和大清组织无垂帘听证等事 要求两宫在批复中 痛斥董元淳居心何在 以及逼两宫否决折中 太后理政的奏情 双方为此 在热河大殿中起了非常激烈的争执 速顺一方 态度极为强硬 史料称八大臣萧萧致变 以无人陈礼 李慈明《岳曼堂国事日记》也记载说 速顺等人生振电臂 天子精部 至于剃气 一逆后衣 刚刚五岁多的同志皇帝载纯 竟被八大臣当场吓得尿了裤子 由此可见此次逼宫之激烈 双方争了一个上午 八大臣见两宫就是不肯就范 于是使出一个狠招 罢工 清史稿 速顺撰载 御使董元淳 书请皇太后垂帘听政 速顺等耿其意 你只驳斥 非两公义 一不下 载元 端华等负弃不适事 军国大事 岂能说停就停 要知道中书不给命令 那前线正和太平军作战的清军 就得吃败仗 罢工这一招算是掐住了两公的软肋 两公无法 只得按八大臣意见发出旨意 旨意以小皇帝口吻严厉警告中外陈公 祖宗之志不能改 垂帘听政不可行 今后所发上誉 仍由八大臣拟定 对陈公张奏的批答 亦由八大臣拟父 以上两端 关系甚重 非臣下所得妄议 肃顺等人眼见胜利 哈哈狂笑 实在笑声响彻远近 五 殊死一搏 走到这一步 无论是八大臣还是两公 双方都没了转环的余地 对于慈禧 公亲王义方来说 和平谈判已经失败 想要夺回大权 唯有图穷比线 殊死一搏了 然而 想要夺取政权 却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肃顺等人 手中有八大臣赞相一切政务的最高一命在手 慈禧和公亲王义方 至少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 才有成功的希望 一 必须要掌握兵权 尤其是北京的兵权 这一点是政变的基础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 肃顺一方已掌握了热和行宫的防务 想要政变成功 唯有另选地方 最好的动手之处就是北京 原因有二 一是咸丰子宫必须运回北京安葬 两宫太后和同治地 也不可能长期北寿在外 最终大伙都得回到紫禁城 到北京后正好动手 二是公亲王派在京城根基身后 当初咸丰从北京跑路时 除令公亲王总理各国事务外 还给了他都兵尽脚之权 所以公亲王手中是握有一些兵权的 这里面曾发生过一个小插曲 董元纯上书时 圣宝也用奏北陆军军士的借口上了个折子 折子中他请求先带兵到热和寇厄子宫 然后在统兵南下与免军作战 圣宝此举 目前普遍认为是公亲王一方所指使 亦在配合董元纯的上书 以兵士威逼速顺等人 但圣宝也不是真的作乱 只不过是做个动作意思一下 这一点很快地就被肃顺等人看穿 于是八大臣偷偷地给他发了个军机处秘技 允许圣宝前来行载 扣叶子宫 以示笼络 眼见圣宝这招不好时 慈禧又另外进行了安排 这个后面自会讲道 所以兵权一想 慈禧和公亲王是有充足准备的 搞政变吗 兵都没有 那就是笑话了 二 两宫和公亲王一方 需要获得大部分朝臣的支持 这样政变成功后才有执政基础 说到这点 就得明白当时大臣们的真实心态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朝臣来说 八大臣和两宫公亲王 谁当权都没关系 大臣们所忠诚的 一半忠的是稳定的皇权 所带来的稳定国家秩序 另一半择忠的是自己的顶带花灵 因此 谁掌权不重要 重要的是 新掌权者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 以及新掌权者 可以继续维持大清的架子不倒 在此情况下 谁上台 他们都会支持 但在两边决出胜负之前 各地官员绝不会表态 他们能做的 只是在尘埃落定后 上一封奏折表示 坚决拥护某某某领导大清即可 中间的某某某空缺 两宫赢了田两宫 八大臣赢了田八大臣 这一幕明朝时就发生过 朱棣打进南京后 除了少数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死结外 各地传席而定 全国官员齐刷刷转帝身 恭贺永乐大帝君临天下 执掌大明 三 事实上第三点才是最关键的 两宫和同志三人 必须逃离八大臣的掌控 否则事情就办不成 所谓挟天子以令天下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挟字 即要把皇帝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如果皇帝跑了 那还挟个啥 秦王大军瞬间就能围上来 把反贼碎尸万段 当时的慈禧 慈安还有小皇帝 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他们三人被忠于八大臣的行载大军 以保护之名困在了热河 若激烈地反抗 以速顺手段弄一个太后伤心过度 追随先帝 而去并非难事 说到底 八大臣只要有小皇帝载纯一人 再守就够了 至于两宫太后 那是多余的 退一万步说 就算两宫真的爆轰 你知道会有谁来主持正义吗 别傻了 没人会冒着诸九族的危险 给两个死了的后宫女子申冤 说不定很多人还会暗自高兴 总算去母留子 正好可避免后宫干政 上述原因 才是八大臣真正的底气 你若再闹 一刀霸你杀了又如何 所以要想政变成功 慈禧三人就必须先脱离速顺等人的掌控 这个条件不达成 做什么都是无用功 在一切准备停档后 慈禧开始动手 接下来 慈禧做了两个关键动作 第一个动作 慈禧召来八大臣 提出端华担任职务太多 端华表态 自己只担任行在布军统领就行 于是慈禧建议 由自家妹夫纯郡王一轩 担任布军统领 布军统领 便是我们常说的九门提督 掌京城卫戍士 端华担任的是行在布军统领 则是负责热和行宫 和回京路上的安全事务 小编始终有些不太明白 八大臣怎么会同意慈禧的建议 竟让一轩担任九门提督 或许是慈禧许了一些空头支票 换来了一轩的任命 加上八人认为行在兵权在守 就不怕慈禧等人飞出手掌心吧 这是八大臣犯的第一个致命错误 此时速顺等人 确实有些小瞧慈禧了 据后来发现的史料 当时的慈禧还做了第二个动作 亲笔拟写了处置八大臣的秘语 一直以来 慈禧的真实文化水平都备受外界猜测 而这封御旨恰好提供了一个直接证明 秘语是慈禧以小皇帝口文写的 全文如下 八月十一日 朕召见载元等 虽董元淳奏敬臣管剑一辙 亦请皇太后暂时全力朝政 数年后朕能钦财术物 再行归正 又在亲王中简派一二人 令其俯辟 又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 冲振师父之任 以上三端 正和正义 虽我朝向吴太后垂帘之仪 朕受皇考大型皇帝复托之众 何敢为祖宗旧旨 此所为是贵从权 面遇载元等 这照所请传旨 该王大臣扬奉音为 自行改写 竟敢抵赖 是成何心 该大臣看朕年幼 皇太后不明国事所致 该王大臣如此胆大 又上年圣驾寻兴热和之意 巨是载元 端华 宿顺等三人之意 朕阳体圣心 左右为难所致 在山庄生辖 该王大臣框架累累 抗旨之罪不可禁数 从这封御旨的书法和内容看 只能说老佛爷有点文化 但不多 不然这封近似大白话的旨意中 不会有那么多错别字 在此秘语的最后 慈禧还写了一句 求七兄弟改写 进城后 在传指着公亲王总理赞相政务 是否求兄弟着意 慈禧所言的七兄弟 及其媚妇一宣 他知道自己文化有限 得找个忠心又靠谱的心腹 帮忙润色一下 不然将来这道御旨发出去 那还不得把两榜进士出身的大臣们笑死 当然 一宣是不敢笑话老佛爷的 他老婆是慈禧亲妹 全家身家性命都和慈禧绑在一起 虽在慈禧秘旨的基础上 尽心尽责地草拟了一份旨意 在这份旨意里 最关键的一条 是拟定了对八大臣的处置方案 在园 端华 速顺卓吉解任 然后一宣又在奏片上图左侧那两页纸里说 从一宣回复给慈禧的奏片里 可见慈禧一方对罢免八大臣一事 其实是心里发出的 所以一宣才叮嘱慈禧说 如果你回北京后 能罢免掉八大臣最好 如果罢免不了 你就赶紧让公亲王想辙 还是那句话 速顺等人手握咸锋赞相一切正物的遗诏 无论慈禧 慈安 还是公亲王纯郡王两兄弟 都怕这道照命得很 心里没把握 才会这么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一宣帮慈禧修改秘址的时间为九月十八日 此时距离咸锋驾崩 已过去两个月 你好秘玉 五天后的九月二十三日 咸锋子宫终于从热河起驾回京 新有政变最惊心动魄的一刻 就此到来 如前所述 政变要想成功 两公和小皇帝就先得从八大臣的手里逃脱 否则一切都是徒劳无功 然而两个寡妇带个六岁小孩 想从万君丛中逃走谈何容易 即使今日来看 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咸锋子宫上路后 慈禧三人陪行了不过一天 就找来肃顺等人说小皇帝年纪又小 不能陪沉重的子宫慢慢地走 他和慈安想带小皇帝走小路 先回北京 肃顺脑子不知是短了路还是怎地 竟然同意了这个请求 只是要求宰员 端华等人与慈禧三人同行 十多年前小编就看过这段史料 但直到今天小编都想不通 为何肃顺会看不穿慈禧这个烂道不能再烂的借口 之前公亲王与两宫密会 董元淳上书 傻子都知道慈禧此时已与公亲王有所勾连 这时理应把慈禧三人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寸步不离才是 但肃顺偏偏同意慈禧三人另走小路回京 极其不可思议 或许肃顺以为派宰员 端华看着就能控制住慈禧 但人家公亲王早就在京城布下天罗地网 只要慈禧入城 立马就有公亲王一派的人保护 宰员 端华就算有通天的本事 又能怎样 时间已过去一百多年 肃顺当时怎么想的已没人知道 或许只能归结于两个字 天意 9月29日 慈禧 慈安 带着小皇帝到达北京 因抄小路的缘故 比肃顺护送的子宫早到了四天 就是这点时间差 肃顺再无翻盘的机会 慈禧一行人抵经后 立即与紫禁城召见公亲王 文祥 桂梁等人 向大臣们哭诉诉顺的桀骜和跋扈 周祖陪见两宫太后如此痛恨八大臣 便道 何不重置其罪 慈禧文言一愣 问道 他们都是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难道还能治罪 周祖陪答 皇太后可先将他们免职 然后再派人拿问 有周祖陪提点 慈禧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手握先帝遗诏的顾命大臣 也是可以治罪的 前面曾提到 慈禧在新有政变前后 有很大区别 就是因为在政变之前 他的身份更多的是咸风嫔妃 对政治并不算精通 但经过政变 这一番高强度的政治较量和对抗后 慈禧迅速地成长 对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 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帝王权术 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认识 这时的慈禧 才真正地拥有了通过垂帘听政 执掌一个庞大帝国的些许底气 所以慈禧并不是天生就懂政治和权谋 他本人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而新有政变加速了他的这种成长 慈禧与周祖培之间的这番对话 瞬间改变了肃顺等人的命运 前面曾提到 慈禧和一轩所拟定的秘语里 原本只是将肃顺 端华 载元三人免职 其余五人赶出军机处即可 但有了周祖培的提点 慈禧意识到 他手中皇权的无上权威后 便不再满足于将八大臣免职 而是下旨将载元等人隔职拿问 将肃顺即行拿问异罪 颁下旨意当日 公亲王易肃便手持圣旨 当场逮捕载元 端华等人 并派淳郡王易轩 在京郊密云 逮捕了护送子宫回京的肃顺 青史稿 肃顺撰载 肃顺方护文宗 子宫在图 命锐亲王仁寿 纯郡王易轩王歹 欲诸密云 夜就行馆补之 咆哮不服 谢系 下宗人抚御 建载元 端华已先在 肃顺等八大臣 原本一片大好形势 至此瞬间逆转 十月八日 慈禧发布上誉 下令将肃顺斩首 赐载元 端华自尽 其与五大臣 或革职或充军 无意遗漏 一个月后 由和硕 李亲王仕夺领衔 率王公贵族 大学士 六部九卿 共二百一十一名满汉大臣 联名上书 遵请皇太后 亲礼大政 不久后 母后皇太后 圣母皇太后下旨 夹封公亲王 为义政王大臣 军机领班大臣 腐辟国政 至此 中国进入两宫皇太后 和公亲王 联合执政的时代 慈禧登上历史舞台后 面对的第一件棘手之事 便是如何处理好 与公亲王之间的关系 因为新有政变后 清廷的最高统治架构 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只不过由原来的两宫加八大臣 变成两宫加公亲王派罢了 慈禧对这个结果 其实并不满意 因为公亲王较之速顺 身份更加尊贵 也更有成为全臣的前置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 中公亲王一生 他都被慈禧死死的压制 从未生出过半分反叛之心 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宫廷密室呢